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寻法安心赌食会》 每天为您分享《寻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誓教利息》 《劝发大心》第1057集 我是维兹 经文 一一阶度六百万亿 哪由他恒河沙等众生 《誓教利息》 另发阿诺多诺三秒三菩提心 大通至圣佛 过八万四千节矣 从三菩起 往义法座 安详而作 前面的文提到 十六王子 直到大通至圣佛 入境寺 吉兰禅定 他们就赶快深作 为这个有疑惑的 这个广大的大众 四部众来说 《说妙法莲华经》 那今天就讲到他说法 这个《说妙法莲华经》的一个成果 一一阶度六百万亿 哪由他恒沙等众生 度了非常多人 六百万亿已经很多了 再加个哪由他 哪由他就是不可称诉了 无法计算的多 就这么多这么多的众生 而且《誓教利息》 《誓教利息》是佛陀说法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你要开示 你要揭示 要视线 也要来教导教诲 然后能够教大家怎么做 让人家得什么 利跟喜 得大法利 能够对他生活有帮助 能够解他的祸 能够让他欢欢喜喜 这样叫做《誓教利息》 这是佛陀转法轮说法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原则 那这个十六菩萨沙米 他们都做到了 而且就让这些听法的人都发 阿罗多罗什么圣菩提心 就发无上证的证据的心 这个非常的不简单 等于是做得很好 传承得很好 大通至圣佛 过八万四千节以 从三昧起 因为大通至圣佛 极路近似 极然禅定 在三昧中 在定中 那八万四千节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 他就要从三昧起 起来以后 到哪里去呢 意就是到 就是往哪里去 来到他之前 这个说法的地方 这法座上 安详而坐 他这个在坐下去之前 他当然安就是安稳 详就是说 他也关心说 这个地址说法到底说得好不好 所以有详细的了解 这个安详而坐 所以这里面 有一个深意 就是说 他起来以后 第一件事情 他就关心 这个十六菩萨沙弥 说法的情形 的确说得很好 那佛陀也很关心 所以这个地址的情 这样的一种 传承跟情 是令人感动的 来看 上人的手杂 发普利心信寿 千万亿众疑惑 令彼得意为利 事教得意为习 开众生佛之见 使其误入利益 那这里面 提到什么 提到 事教利息 第三句 第四句 是不是有利跟习 什么叫利 什么叫习 对不对 那后面两句 有砍什么 跟后面三句 开示跟误入 最后一句 是不是误入 你开示半天 佛陀开示众生 就要误入 误入得到法的利益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传法的目的 那可是我们身为一个弟子 我们先要 把这个法 入心 法入心 要学到这个法 你要学到这个法 你要发普利心 要信寿 信寿奉行 等等 那还有千万亿众疑惑 你要考虑到 哇 现场还有这么多的众生 或世间 有这么多的众生 等待我们去度 直接看图 比较快 我就把上人的手杂 这个画了这张图 上人手杂是黄色部分 其实我是先想到 绿色那个几个循环图 这里有几个重要名词 很重要 就是开释悟露 还有这个 试教力 反正是想到的两个 那接一个 发心信寿 发大心力大愿 信寿奉行 为了凑四个字 我就写 发心 这个信寿 那这个都很重要 佛陀说法 就是开释悟露 对不对 他开释什么 开释 世圣地 设音缘 六度 波罗蜜 等等这些法 那所以 佛陀开释我们地址 有没有误录 那误录之前 你就是要发心 信寿 你要愿意学 认真学 用心学 是不是这样 那这个 所以我第二个就写地址 这边发心信寿 可是我们看上来的手杂 它不太一样 就是 我就发现 为什么他就 发 菩提心信寿 有没有 就 这地址要做的 因为佛陀 这个开释悟露 他就省略 前面的 他直接从 做地址 要发菩提心信寿 这个有 可是接下来 他就写 千万亿众疑惑 那我的体会就说 原来你心中 要把众生放在前面 上人说 为佛教为众生 真的是 经纬也是这样走 那上人就有这个心 像我只想到那几个图 想到这个几个图 想说 佛陀教我们 那我们就 来说法吧 佛陀开释悟露 我们也学到 开释悟露 那这个教我们 施教利息 我们就施教利息 可是这个千万亿众疑惑 这一句 我个人体会蛮深的 就是说 要把众生放在心中 放在前面 想说 怎么样令比得意为利 怎么样让他得到利 怎么施教得意为喜 怎么让他得喜 我们怎么开释 开众生 佛之鉴 怎么把佛的之鉴传给他 使其误入利益 让他得到大法利益 大法义 原来你看 上人的 因为透过我这个图 我当初在寻法乡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图 想到几个圈圈 可是搭配这几个圈圈 还有佛陀做什么 我们弟子该做什么 怎么传给众生 传给下面的人 世众弟子也好 传给其他人 师兄师姐等等 总而言之 法就这样传承 再回来看上人的手杂 他有他的这个微妙的地方 我刚才讲的 你要先把受众 把众生放在心中 为佛教为众生 然后开始想要怎么教 这是最标准的 上人在开释的时候 有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 就是说 这一切的一切 我为什么画个箭头 我常常画个箭头 那箭头有时候代表时间 有时候代表回归 这是要回归到真如本性 所以你怎么 不管你怎么教 怎么开示 怎么误入 怎么施教历史 最后要大家回归到真如本性 要看到自己的真 真如本性 那方法就是要大家用心修道 要多用心 修行一道 等等 那所以我就画了一个箭头 其实这句是最后写上去的 最后我看上人 他在一开始开始有提到这个 我就想画在哪里 放在这里 那中间他开始还有几个重点 要信解行政 要一教奉行 要六度 四修 长时修 无间修 无一修 公经修 上人都有提 你看这么长的时间 八万四千节 那肯定要试修的 那经文里面有提到 你要让听的人 发这个无上正的正觉的心 所以这个令发大心也蛮重要的 那这么长的时间 除了要试修以外 上人也提醒一个事情 你那么长时间 不管是释迦牟尼佛或唐通知圣佛 总不能都坐在那边说法 坐在那边听法 也是一样生活 一样有时候要度众生 如果现在我们这个时代 有时候还要接接 email 现在要接接 看看line 要回一下 或是要处理一些事情 或是要生活 要吃饭 对不对 要睡觉 有时候要出去承担任务 等等 所以要如法生活 这个也蛮有趣的 如法生活 因为法在人群中得 你有入人群 才知道众生的苦难 才知道怎么度众生 所以 这个是 很重要的 所以把它放在这里 好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图 那上人这段手杂 是提醒我们说 文法以后 你要发大心 要新手奉行 那这样把法都学 入心以后 这个还要学习佛陀 开示侮辱 佛陀对众生开示侮辱 那如果他 佛陀入境是 吉兰禅定 那我们也要 能够接棒 能够传承 所以学习佛陀 怎么开示侮辱 学习佛陀 怎么示教利息 那让众生 得到佛的知见 得到佛的法力 这是 这段经文 还有上人 他所要教我们的 好 我们来看 上人的开示 用心想 用心解 上人一开始 就用了两个 用心 就是 凡事大家多用心 你学 上人说 文要有解 所以你文法 有没有用心想 用心解 你有用心想 用心解 才会知道 这个法在讲什么 这个十六沙米 在大通至圣 如来道场 他听法 而且他听法 他是很用心的 四地 四圣地 十二因缘 他都有听进去 他体会到 人生是苦 那苦是怎么来 来自无名的累积 然后怎么灭 他都知道 所以 这个 佛陀怎么教 他就怎么学 所以 这些道理 他都通通理解 所以 这些法 就是要什么 让人人的心 归于一片 这个 静即清晨 这个一片清静 而且 让人人了解 人人本具 这样的真如本性 所以 我们的心 要怎么样能够 回归真如本性 就是要用心 修道 所以苦极灭道 在讲这个 四二因缘也是 叫我们怎么样 断除无名 对不对 出离生死 所以大通至圣佛 他就是这样说 而且不断不断说 用很长很长的时间说 他不断地诱引众生 来听法 开示 佛佛道统 都是一样的 那佛陀开示 众生就要误入 我常讲 上人开示 弟子也是要误入 那这样 所以 斯嘉母尼佛 他通至圣佛 都是这样 非常耐心的 施教 光是 这个 苦极灭道 无比丘 就要什么 三转十二行法轮 这之前讲过了 人间 有很多的苦法 知道苦的源头在无名 那所以 为什么要学十二因缘 你断除无名 这些就断掉了 那在说法的时候 还要有耐心 要耐心 慈悲的心 慈爱的心 不放弃众生 有时候不是一生一世 生生世世 这么长时间的 陪伴 等待 然后 去 教导众生 怎么去 发心 怎么去 灭除 这些烦恼 然后 修行于道 能够入道 入这个什么 菩提道 这个实在是 不太容易 就是 蛮困难的 但是 有心就不难 那十六沙弥 他同时出家 他们了解到 这些 点点滴滴 所有的法 这个 人生的苦难 十二因缘 这些 他们都非常了解 这个 但是 他们也发愿 要学这个大方 所以他先请 佛陀转法轮 对不对 把佛的这个 这个 资鉴 让佛说出来 然后 他就 把他学起来 学起来以后 他就可以传承 就可以再教人家 所以他们听到 佛之佛剑 他们了解了 他们发菩提心 有没有 所以他们追求 无上正的 就觉得这路 是很有决心 而且信寿 这里上来就 强调这个 其实讲到这里 你看才 讲到这个 一开始的 这个发心 跟信寿 对不对 你要很有决心 求大 求法 而且要求大法 你才会得到 真正得到 这就是 十六菩萨 沙米的心境 所以我们以前 前面不是提到说 上来提醒 我们要学梵天王 后来说 要学十六沙米 特别是学 他们的这个 心态 求法的心 因为他们追求法 是这么这么的 肯切 发大性 包括 四圣地 深圆 到六度万行 说了教法 他都把它 学起来 因为他很感动 觉得这太棒了 所以 而且他还 重要是什么 他还是 不下沙米 他是沙米 他还讲法 给这个 四众弟子听 比丘比丘尼 又破射又破尼 上来后面有说 看到这一幕 就非常感动 对不对 因为小孩子 有时候心 还比较轻 小孩子比较天真 比较 这个 无邪 心宽念存 所以 有时候 他的 他的理解力 不输大人 而且能够 接受这个法 道心也很坚定 所以 有时候 我们要保有 这个赤子之心 有时候要跟这个 小孩子去学习 上来就先举 台湾 也有这样的 一群小孩子 像苏萱的这些 志工啊 等等 有很多了 这里应该 这一段 如果你早上 宣法 像这一段 是删掉的 想说太长了 今天也是蛮长的 就 删掉一些 台湾也有这些 这些 苏萱的小志工 他们这个 第一个 素食 第二个要入金帐 在家里也买孝顺父母 帮忙父母 在苏萱也做志工 等等 然后上完就说 这个感觉不可思议啊 小孩子的悟性 这个亲近的本性 那么的明朗 那接下来他就 话锋一转 因为他前面先讲 这个台湾的 我们的这个小志工 那他今天重点 是要讲这个故事 今天是用 美国乔治亚州 一个六岁的孩子 杰德 他这个 四岁的时候 爸爸过世 六岁的时候 妈妈过世 所以他 当然就很丧心 后来他阿姨 给他抚养 那他就跟他阿姨 讲说 他这个希望说 不要再看到 这个丑龙满面 这些幽悲的脸 他希望看到 是微笑的脸 所以他发愿 要抚三万三千个微笑 所以他就 请他阿姨帮他 带他去人群 很多的地方啊 世界买一些小礼物 送给 这个过路的人 只要 这个他 对他微笑 他就给他一个小礼物 倒过来 他在 他就会很恭敬 很有礼貌的 给他一个小礼物 先对人家微笑 人家就回他一个微笑 等等 那记者后来就去报道这个事情 那这个 但是记者问他阿姨说 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后来发现 有时候不是 不一定 少数了 少数可能也没有 这个心有千千结 或是不愿意微笑 也有 那这个记者后来跑去问杰德 说杰德 你觉得 你要抚三万三千个微笑 不容易啊 你觉得可以做得到吗 杰德怎么说 他说 我相信 上帝 一定可以做得到 哇 这句话 这个 很震撼 这个上来说 很震撼 也很感动 那这个 接下来上来就开始了 他说 可见 佛性继承 上帝在哪里 因为杰德说 他相信上帝 一定可以做到 他第一个相信 那上帝在哪里 上帝就在孩子的心里 你心里住着上帝 那佛在哪里呢 佛在十六王子 亲近的本性里 就像 心中也住着一个 亲近的本性 就是佛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人人都有佛性 是不是这样 上来就要讲这个 想想看 菩提心大觉道 对不对 因为大觉道就是 无上证的证据 是不是我们人人都信寿呢 人人都有这个 一念的佛性呢 六岁的孩子 他有这样的愿 所以为什么学佛要 发心力愿很重要 就是说 你有发心力愿 这样就很重要 那才能够 学到这个大法 他发现要让 三万三千人都接触到 对他 展现微笑 对不对 人人有这样的微笑 所以这是孩子的愿 那十六王子 他信寿 他信寿 大通至圣如来的法 面对千万亿众的疑惑 他就用很长很长时间 来说法 等等 所以这样就是 一直一直传承 那你要有信 还要有愿 等等 因为这样的疑惑 有时候一代接一代 上人说 这个大通至圣佛的时代 有千万亿众的疑惑 释迦牟尼佛时代 有没有 有啊 那这个 五卓二世的现在 有没有 肯定有 所以都会有 所以信心很重要 艳力也很重要 所以你要有心愿行 那要信解行政 你要有法 行踪有法 你才可以说法 才不会被 这些五卓二世的 这个卓见 跟协见所污染 等等 所以 这一段就在讲说 对啊 记者去问他阿姨 阿姨也是说 多数人都有微笑 少数人还是没有 就在讲这个 所以为了要让大家都能够信寿 大通至圣佛 也让十六 沙米有这个机会 所以他自己 就入境世去禅定了 所以把机会留给 十六菩萨沙米 然后他们能够说法 因为他入境世 有疑惑的没出问 那这十六菩萨沙米 他就要承担啊 容易承担 对不对 那开始把大众 带开各身法座 就是 因为这些都是他的解言种 你会跟到谁 都是跟他有缘 那这个 那这个负责说法的人 要令笔得意为利 要好好认真 用心的说法 让听的人 哇 很欢喜 解开心中的疑惑 对不对 得到法益啊 然后 这个心开意解 这样法路心 欢喜 这就是利益他 那十六菩萨沙米 他就负责 来说法 解惑利益他人 让大家来增长会命 这样 这个就是 大家得到这种利益 所以四教得意为喜 这个 他们都把大通知识佛的教法 谨记在心 如是我闻 用展示的方法 再展示一遍 这叫四教 那这个 向对方有疑惑的人 跟他解释 解惑 这样 增加他的信 增加自己的信心 也让他能够受益 听得很欢喜 对他有帮助等等 所以四教利息 真的是很重要 我从很久以前读到 这四个字 我就超级喜欢了 因为平常我是做顾问 做讲师 做教育的 做教育的话 我就跟我们所有 探索教育团队的伙伴 训练员 跟他讲说 佛陀开示误录 这四个字 是一个学习圈 释教利息 这也是一个学习圈 就是传法轮很重要的 一个原则 所以要把它背起来 所以 而且要拿来用 所以我一开始 今天为什么画几个圈圈 就是这个用意 所以原来佛的慈悲 让大家了解 佛陀的智慧是 骗虚空法界 无事不知 无物不解 原来佛的心怀 都是这样的 这个大家要理解 使其误入利益 这样 这十六 沙米就是用 这样的方法 跟他们解严重 来引导 对不对 引导这些人 对不对 让他能够增长智慧 这样 所以 这是大通 自圣佛 他所成就的十六沙米 因为大通自圣佛 入境世 才能成就这个十六沙米 佛的教法 弟子接受 依教奉行 这种师之成就 多么令人感动 这一句我刚才有先讲 上人看到这个 你看 好 这个佛也教了一遍 教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弟子也接受了 现在换 换 这个佛陀 入境式 换弟子教 这样 来成就这些 十六菩萨沙米成为老师 成为法师 去教人家 这个是多令人感动的事情 那所以 你要付 有付出 要教的人 就要有心想要接受的人 所以刚好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疑惑的 这个减重在那边 佛陀有看到这个部分 所以要弃而不舍 常识要修 无间要修 无一要修 公信 尊重公信的修 上人就把四修 特别再强调一遍 那这种无间断的受死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修行 为什么常常有时候 你看我的图 常常会画一条线 这一条线就是 无间断的受死 因为它有时候代表时间 这代表 比如说 今天代表说 你要回归 回归到 我们的真如本性 这个也是要 不间断的受死 所以那个不间断的受死 那条线 那个心 那个念 真的要很用心的去体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昨天的文 四十 十六菩萨沙弥 知佛入世 吉兰禅定 各身法座 异于八万四千节 为四部众 广说分别 妙法华经 昨天的文 来看今天的文 一一阶度 六百万亿 那由他 恒沙等众神 世教利息 另发 阿诺多诺 山普利心 那这个一一皆渡 六百万亿 那由他恒沙众神 表示这个渡了很多人 这个十六 沙米 他渡这么多 这么多人 这个 哪些呢 就是那些疑惑不解的众神 有非常多 后来都渡了 就是他们都 可以心开意解 最少有些疑惑 都把它解除了 等等 当然可能又会有新的 新的下一代 众神 又有新的疑惑产生 也要新的人传承 去截惑 所以佛法就是这么妙 因为人生生不息 法师也要生生不息 才可以 那由他 无量难以计数 那由他 辟横河杀数之多 欲六百万亿 表近六根 那为什么用六百万亿 那么可以用五百万亿 四百万亿 多少三百万亿 那有个六 就是六根亲近 因为这些人有疑惑 那让他六根亲近 就是这个疑惑解除 那由他就是 这个无量数 难以计算 就像横河杀数 这么多这么多 四教利息 为其本有之 无上决心 教之以菩萨修行之道 行有成就故 获善力 功德自在故 有法喜 那这里面就说 我们都知道 人人都有什么 都有一颗责任路本性 而且你也本来就有 这无上决心 你要追求这个 你不是另发 阿诺·多诺·三普提心吗 另发无上正的 这你本来就有 本来就有 可是你要去修行 要去除烦恼 要解除疑惑 这些惑啦 这些障啦 这些烦恼啦 无名要去除 那你修行有成 就会什么 就浮出来了 就得到这样 这么棒的一种 这个利益 好处 那功德自在 故有法喜 那你不断地修行 不断地累积功德 不断地修行善法 那这样 当然过程当中 都会高兴很法喜 所以就得到这个喜 所以有得到利 实质的利益 因为解除了你的疑惑了 你心自在了 烦恼不见了 那又累积功德 哇 就法喜充满 这样就 所以利跟喜 它是两件事 这样 适者指示 教者教照 那他倒过来讲 刚才利跟喜先讲 现在讲士跟教 因为士教利息 因为士教是说法者的事情 利息是希望 听法者能够得到的 那士就是指示啊 instruction 教教 前查在讲 你指示 引导指示 那这个示范 那教呢 教照 说清楚 讲明白 教人家 等等 那令笔得意为利 喜他得意为喜 那这里又再换个角度 再讲利跟喜 你这个 能够让他得到什么 得到好处 就是利啊 那这个 他也 他过程当中很欢喜 这也是喜啊 因为得到好处 人家 人家赞美你 或你学会一个东西 或得到 什么什么东西 大家都会很高兴啊 得到你喜欢的 都会很高兴 好 即开示众生 佛之之见 使其误入得其 而得利益 对不对 你把这个 佛陀的法 来讲给众生听 对不对 佛的之见啊 他听懂了 听进去了 哇 就很高兴啊 也对他会有帮助啊 另发 阿诺多罗 善马善菩提心 劝发无上大道之心 发菩提心 故云得度 因为你过程当中 就是要他发心 就是你自己先发心 得到这个法 那他也一样啊 他是不是 你要得到 无上的大道心 一起来行菩萨道 这菩提大 大之道 对不对 那你要发心 所以对方也愿意发心了 就得度了 就接受了 得度了 大通至圣佛 过八万四千节意 从三昧起 往易法座 安详而作 后面还有一段文 就是这个 就大通至圣佛 这时候 因为八万四千节过去了 虽然很长的时间 过去了 虚无一下来过去了 那他就从三昧而起 因为他也要入定 吉兰禅定 那这个 现在就出定 那往易法座 安详而作 来看一下解释 大通至圣佛 过八万四千节意 从三昧起 前文 路禅定 金云 从三昧 其禅定 佛久 注定中 今从定起 这刚才解释 往易法座 安详而作 自敬自出 往法座 处 安稳 降沉 离诸 轻动 触暴之过 聚修 威仪 拿后来作 前面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你 他急路近世 他现在从近世出 对不对 那到哪里 到他的法座的地方 那这里解释 安稳 降沉 要安详 就是安稳 降沉 安稳就是心很清安 对不对 就是这样 还是很安静 清安 很自在 降沉 就是 刚才安稳 你要稳 要离诸 轻动 触暴之过 还有聚修 威仪 然后来做 其实 这里是在讲 大通至圣如来 他是很关心 十六菩萨沙米 有没有做到这些部分 一样 这生活中 离诸 轻动 不要太粗鲁 妄动 这样 不要 那个足 念醋 跟那个犬字旁的 那个醋一样 醋暴 醋暴之过 不要太躁动 太 这些等等 那如果你有 定 有安稳 那这些都 OK啊 而且要什么 该修的这个威仪啊 这些什么 示威仪啊 这些什么都 都要做到 这样 就是要 如法啦 有没有如法 修行 如法而生活 他都关心这个 然后才 才做下来 那这个 我们来看这个 上人的开示 佛的生活就是这样啊 跟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 教育也是这样啊 那么现在教育 是不是一样呢 其实生活都一样 释迦摩尼佛说法的时候 八年后 露 露灭 是不是这样 那上人说 他就以释迦摩尼佛 因为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大通知识生活 更长远 更久 他说七八年的时间 不可能都坐在那里 这个说话 有没有 或是有 这个 我们也不可能都七八年 都坐在那里 听法 有没有 这开始我就有讲 那同样那时候 还是要生活啊 吃饭啊 睡觉啊 要承担任务啊 出坡啊 是不是这样 说法都要做 这样 那所以生活就要 如法 那法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这样 那佛在尽忠的时候 大家也要按照规矩 那在尽忠那么长的时间 这段时间 有没有很规矩 这个 清安自在 没有粗暴的动态啊 等等 佛陀都很关心啊 这样 所以 我们就是要 依照规矩 去生活 因为你依照去规矩 是生活 这也是法的一部分 这是法的一部分 你有这样的这个 在生活上用心啊 这样如法修 这也是如法修行 很重要的 佛陀在世的时候 是这样 他希望我们做到的 也是这样 所以他关心 在生活中 有没有把法用出来 上来也常常提醒这个部分 这样生活有没有如法 有没有如规界 如规矩 这是 佛关怀大家生活中的 举止动静 所以我们要 实时多用心 有没有 你看为什么 结语的时候 要特别再提醒这个 因为 法不是在 法会上说的 而已 就是在生活中用的 你生活中有用 然后你就真正会入行 这才是真正佛陀 要教我们的一个 这个大义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 愿做上来的助教 广传静思妙类花 感恩